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阿雷拆箱 如果你还不知道阿雷拆箱系列是讲一些什么内容的呢 阿雷拆箱系列基本上是我在lazada或者shopee看到一些产品 或者是购买了一些产品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集我将会开箱一个我最近从lazada购买到的产品 它是Acasuo V50X4000的Action相机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在户外拍片或照相的朋友们 又或者你是喜欢去潜水 然后录下一些点点滴滴的人 可能这个影片适合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Ryu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这支影片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收看我频道的影片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生活知识和一些教材影片 让你人在新加坡也能处理一些马来西亚的事情 希望我的影片能帮助到大家 首先先让我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购买这一支相机 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拍的影片是用我的电话拍的 然后我每次拍完之后我又要上传去我的Google Drive 然后再用电脑下载下来我觉得是有点麻烦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个相机 希望我过后只需要拿出我的那个记忆卡 传送到我的影片到我的电脑里面 希望这个做法会让我比较方便 在我阅读了一些关于Acaso牌子的资料后 我发现Acaso这个牌子其实是属于美国的一间公司 可是它的生产是在中国 所以我这个相机也是从中国那里寄过来的 所需的时间还蛮长的这次 就是从我下单开始 到我收到货 大概用了12天 可能是现在的关卡的问题吧 所以就有延迟了一点点 可是没关系 最主要是收到这个相机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想买GoPro这个牌子的那个Action相机的 可是在我看了这么久之后才发现它的价格还蛮高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Acaso 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 它是比较budget一点的那个Action相机来的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价钱 然后想拍一些影片 你可以选择这个牌子的相机 事不宜迟 现在就让我们来拆箱吧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箱子 然后其实也算蛮方便的带出门 刚才大家都看到我整个开箱 它给了很多很多的那个 所以我就不意去解释它的那个用处跟用法了 我现在只是分享一下最主要的一些东西 是要用来做什么的 主要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保护镜 然后这个是remote control 还有一个charger 跟两个电池 最后当然少不了的就是 SD卡 可是这个SD卡是我自己另外买的 这个不包括在我的那个package里面 这个其实我买了很久了 只是一直没有用到 所以现在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去开来用 好了现在已经万事具备 所以我就把电池跟那个memory card 先放进去那个相机里面 然后再开机给大家看 OK 它那里是建议说 最好是用64GB的那个memory card会比较好 OK 全部已经好了 已经放进去了 所以现在我就开机了 OK 在这里按 如果你是放64GB的memory card的话 如果你是录4K像素的影片 它总共可以录2个小时40分钟 如果你是选720的那个resolution的话 它可以录13个小时23分钟 如果选1080的话 它可以录6个小时41分钟 其实64GB应该是算OK了啦 所以其实它有几个选择了 你可以选4000 2000 1080 跟720的px 所以就看你的需求是怎样啦 一个相机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开机的速度 因为如果突然你想拍的一个东西 就因为开机的速度太慢而错过了 就是一个拍摄者的遗憾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它的开机速度 到底有多快 开机时间3-4秒里面 我觉得算是蛮快了啦 这是我个人觉得 你们觉得呢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接下来我会用这个相机去拍照 跟拍一些影片 给大家看一下拍出来的效果 是否能令你们满意 来吧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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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开箱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我有什么遗漏到的 在这里说申报签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询问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同时我也会把这个产品 Lazata和Shopee的链接 放在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希望我的这支影片 能帮到最近想要购买Action相机的一些朋友们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影片还可以的话 请帮忙分享 按赞 还有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千万千万记得要订阅我 好了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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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